听三体广播剧时,我找到了答案 就藏在黑暗森林的结局 在这里,绝对理性的三体世界出现了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麻将机这个作弊器 这个麻将机呢,只要通过遥控器控制就可以 在你所在的位置可以拿到好牌 然后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广东打法 骰子是这样的,比如说 四合一,就是四在第四夹过一栋就开始拿牌 然后可以根据每一个地方不同的玩法 可以定制不一样的程序 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位置来拿好牌 我们洗牌 开始打骰子 六五就是在 六再下加过五栋 然后开始打牌 这一副牌呢,是我们自己的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好牌程度 这个牌型呢,它是控一张听牌 上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你也可以上手可以选择大壶 你也可以上手可以选择大壶 比如说轻衣色、十三腰这样的牌型 我们再来 看一下其他人的牌都是比较烂的 比较烂的牌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三家的牌都是比较烂的牌 只有我们这把牌是最好的牌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把 一样打骰子 五三 五就是在自己过三洞 然后开始拉它 如果说牌型 不想说做得太好 太漂亮 太明显的也可以在 自己可以设定 你想要什么样的牌型 太明显的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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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人站着看你打麻将的话 你可以盖掉一些比较明显的牌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牌 你可以盖掉 或者是盖个一张或两张这样子的牌型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人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 起手自摸 确实是比较夸张 但是你可以不用设定这样的牌型 起手自摸 就是有一些人一辈子都没有说会遇到一把 所以不建议你会设定这样的牌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人的牌 其他人的牌 其他人的牌也是 像我们平时打麻将一样非常普通 好 各位大家也是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跟我们一起 谢谢大家